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天白云 水青沙幽 碧波繁影 我想着什么地方 马耳代夫 不用想到那么远 香港的长洲都有这些景色 讲起长洲 除了以上这些联想 你还会想起什么呢 张保仔洞 太平清照 飘色 山散 思维静远 还是花地马姓舞堂呢 对于我们这些 不是住在长洲的人 对长洲都有这么深刻的印象 那不知道当地的居民 甚至是土生土长的人 对长洲又有一份 怎样的情怀呢 今集我们会访问 两位长洲的居民 听下他们说 对长洲的那份情 长洲是一个地方特色浓厚 人际关系很密切的社区 是一个这样环境 孕育出来的宗教气氛 与市区的又有些什么不同呢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实际在明爱 在长洲的服务 可以一路退缩到1965年 苏志軒是土生土长的长洲人 对长洲岛上面的一草一木 可以说是鸟鱼子长 这一日 他又亲自带领一帮 专程入来长洲朝圣的教友 去认识这个独特的小社区 我们长洲呢 除了叫长洲 就是很长的洲 另外呢 刚才那个导游小姐都说了 中间堆沙的地方呢 是经过地壳的变动 千万年的聚成了 那这个我们长洲 这个州后面呢 就是大婴山的了 所以呢 见到的地方呢 可以说长洲呢 在香港的最西南边 机会忘了了 如果只是为了介绍长洲呢 很相信旅游局都给了很多资料了 所以我不会强调在这方面 反而我会强调长洲那个人的关系 他们来到了 起码都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学习机会 我们怎么去接纳一些朝圣者呢 我们怎么去款待他呢 我们可不可以做好一点呢 这儿呢 就是持有修院 持有会的修院 以前呢 是神哲学都在这里读的 修士 准备升神父 但是呢 因为现在呢 圣诏实在太少了 一会儿我们去圣母行那里呢 都为圣诏祈祷 希望圣母带领 对了 那我们呢 那一会儿进去 现在呢 已经改了做正修院 以前呢 对着那儿呢 那个呢 就是那些 哲学生住的地方 然后陈诺先生呢 在下面的 长洲呢 因为那个环境呢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环境 因为是一个岛 所以呢 长洲城呢 就一样是这样 被水围住了 那这里呢 开始的时候 人少了 那渐渐呢 香港的人都觉得 长洲是一个好的住的地方 越来越多 那样 但是虽然越来越多也好 在长洲住的人呢 毕竟呢 就是朝见口晚见面的 如果一起上班呢 就一起搭迷那班船 那所以呢 那个融合程度呢 就远比城市好的 长洲其实是香港南面的 一个小岛 居住人口又有三万多人 过去岛上面 大部分的居民 都是以从事捕鱼 和相关的工作为生 但是随着而日渐色味 近十几年来 在这里居住的年轻人 大部分都出外市区工作 长洲也都漸漸转变为一个 以旅游和消贤为主的地方 由于长洲的对外主要交通 仍然依靠杜伦 虽然交通并不算太方便 但是就令这里居住的人 去这个地方 不知不觉间 培养出一份独特的感情 我很相信一件事 就是譬如说 我和一些朋友 这些朋友可能 因着工作 因着各方面的事 他搬离了向长洲 但是一有什么特别的事 我打个电话联络到他 长洲要找人帮帮忙 他就乐意回来帮忙 所以我很相信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以前没有一些 那么小孩子 一直玩大的 那个感情在那里 就很难做到这件事 但是如果你在香港 就较难去发展到这样 就算我们有些朋友 移了文去外国 一回来 预早已经打电话 我什么时候会回来 大家就这样聚一下 就是那个感情 就会一直都是一个延续 就不会说搬离了岛就断了 除非真的有机会 大家会碰面的时候 真的会点我头 但是这里很简单的事 由街头到街尾 好像我现在小女孩 几岁大 她走远一点也好 有人会说 喂 你女儿是不是走了去啊 我说是哦 你去那里找吧 她刚刚走了去了 这样就可以了 是完全清楚 哪个打哪个 她说哪个哪个 那个是哪个来的 吴满堂 自从90年开始 由于要协作本身是 长洲人的太太和外父 打理长洲的五金浦生意 为了方便工作 于是她就搬进来长洲这里居住 从此就和这个地方 结下北界之缘 当初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我是做学徒 就是懂机器 我外父主要是做那些船上机器的东西 他当年90年的时候 一个业务需要人的帮忙 他就说 那你不如帮我忙 我又觉得在那个时间 我都是一个 在工作上要有一个 突破或者改变 我就和我太太一起 搬进来长洲 当时对长洲感觉 一个很小的岛 但是很多人 由起初 一心只是为了工作进来 到最后留下来 以这里为家 而且一住十四年 究竟是什么吸引她留下呢 她又是怎样适应这里的生活呢 或者我怎样形容呢 他们就说 因为大家 因为理论上 他们很多次是同中同组 或者是分支 很多时候都是有通分的关系 表亲的关系 就是说大家互相认识 关系应该是很融洽的 不过因为大家太熟悉了 就变成有时会有说三道四 就是说说是非 例如具体的说 他提起 啊 哪个呢 我啊 哪个 你不知道哪个呢 就是啊 哪个 哪个 老婆的哪个 一说 我啊 原来是哪个 又就是哪个 哪个 其实他们会很容易沟通的 但是就喜欢多 因为没有其他特别的东西 就是多是非 但是就说纯粹都是一闲话 来的 不是说攻击性的 嗯 挺融洽的 社区关系 人际关系 挺融洽的 在某程度上来说呢 说长洲 就是常住人口三万几啊 四万这样 某程度上呢 我们都可以就说是 我不认识他 但是都会认得到的 还有譬如 有一段时间呢 因为有时有些 刚刚来的政规同事呢 他对愚民 以及非法入检者呢 有时就分辨不了的 但是我们就会比较 清楚一点 所以在那段时间 所谓提及非法入境的时间呢 我们去 呃 周围拘捕非法入境者呢 那我们附警在这个比重呢 是相当大的 走 走走位 又看球 又看球 是啊 哈哈 这里的文风比较纯粹 就算有任何的所谓的坏分子呢 他都有所顾忌 因为 他所做任何事 当他真的被人见到的话呢 大家都会知道 哪个是哪个 虽然可能 见到的人 不会正式去 跟警署举报 或者提供资料 很多时呢 他会经过一些街坊啊 或者有时 因为我们是 在长洲住的 附近呢 很多时都会 收到风 所谓收风 听到 他变成是会有顾忌 不会明目张胆的 不过 他会有顾忌 有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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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洲花地馬聖母堂 每年五月都會舉行 盛大吉花地馬聖母像出遊活動 以紀念這裏的主堡 葡萄牙花地馬聖母顯現的時跡 2002年就是我們建堂的金熙 我在幹事會就這樣說 不如我們出街 走大一點地方 我們的組合性會強一點 貪主人士會多一點 令到在長洲的市民、居民都知道 我們都有聖母像遊行 其實這是一個建設的機會 外面會有一個人帶到我們 他們會知道我們是一番友信友人 他們知道我們都特別 今天為香港祈禱 為身體健康和平安祈禱 今天我們一路走 一路跟著這個聖母像 都會有一個人講的 你現在也有個參考 我們要說 也有一個身體 總經常見到我們 你同年 他們就像一個人 有一個人 我們有一個人 在一起 我們一出街,他們覺得很奇怪,天主教也有台聖像出街,我們長洲只是過往只有太平清少台菩薩而已。 天主教也有台菩薩,在今期2002年已經聽到這些聲音,其實我們一向都有,不過是很寂靜,不會在比較人多的時間去做。 其實帶出一個訊息,我們令到他們對我們多了一層認識,在福傳來說是好的,對長洲居民也讓他們知道, 長洲天主教系的公教機構在這裡是有服務的。 現在每一年都會看到越來越多教友參與,一直在街道上,他們是互相尊重的,其他人知道, 天主教你這樣而已,他們不是教自己人,他們不會有什麼阻撓。 這個形式就是大家都習慣了,原來我們聖母像出遊,希望聖母降伏長洲這個腦。 所以互相尊重我想是一個挺好的基礎。 由於長洲人過去大部分都是漁民,他們習慣在出海之前都會到廟宇參拜,祈求封條而順。 漸漸就培養出對傳統宗教的一種依賴。 面對著一個傳統的社區,作為基督徒的他們,又怎麼看這份信仰在這裡的角色呢? 兩者之間又可以怎樣取得平衡呢? 如果在現在這個年代來說,固有上一代,或者是比較深層一點的傳統的中國人漁民, 你想改變他的思路歷程,是很難的。 我們只是發放了訊息給他,讓他知道我們天主日愛,讓他知道。 但如果令他的信仰改變,我想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反而年輕的一代,他們會接受。 還有他們會看到,我自己覺得,他們都是天后,或者是其他那些, 那些都是長洲的那個不帝廟那些, 只不過說中國人固有的傳統習俗, 他由他祖父輩,或者近上一路習以為常。 這是在生活之中一個指定動作。 我愛父在長洲,差不多所有漁民都認識他的。 他就是西灣天后廟那個直理會的主席,他都做了很多年。 可以這樣說,他就負責天后廟那個運作。 我這幾年在幹事會,或者現在都是幫天主堂, 這間花里馬聖母堂做這個牧民議會的運作。 好像是很不相容,但是其實我們很融洽。 為什麼?我們就說要互相接納。 我不可能企圖改變他,但我只是希望能夠感召到他。 他也不可能企圖改變我。 既然是這樣,大家就說取得共融。 所以在長洲社區,我們催行任何事情, 就算做任何事情,就算聖母像遊行, 我們的決策,所行的路線,要是和社區共融。 不要令到人會抗拒,或者侵侵到別人, 某一些事情,說社區和諧融洽。 我們不可以說,除了天主教,其他宗教, 就迷信或者各方面的事情。 我們不會給這個評語,但我們互相尊重。 正因為他們根深蒂固,我們中國的傳統, 所謂道教,或者拜神, 於是,表面看他們有他們的形式。 是否這麼容易打破了呢? 我常常都相信,我們是幫忙播種。 先主有他的計劃。 我們現在整班青年都很接受這個思想。 就是我們去做了我們那份, 然後就等上面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繼續怎樣做好些。 。 包包圍。 輕人很小, 行不行? 1、2、3、4喔。 用鍵子,用鍵子,用鍵子。 用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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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鍵子。 用鍵子,用鍵子。 以鍵子。 有九成的男士,當年的小孩子都經過這裏的活動 所以他們到至現在寶片對長洲天主教的印象 寶片都不會有反抗 這個我想是持有會做下來的功夫 帶給我們一個挺好的環境 直到他們因為某些原因,他們搬走了 帶給我們青年很多時候的回想更加有趣 當年也是很多曾經在玩過的人留下幫忙 這相信是最大的學習機會 神父修士離開了也好,青年中心仍然繼續 有一兩個修士或神父帶領之下 有些舊生都會留下幫忙 我覺得這是一個挺好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裏面,不論是參與者也好 被帶領者也好 覺得不是我來享受,不是來拿便宜 而是這裏我有份 長洲人就會覺得長洲我有份 就是一份彼此之間的包容和神長的關愛 令到在這裏生活和成長的人不知不覺間 竟於一片故土,產生不可言語的感情 和一種不可分割的關係 因為這幾年自己的生活方式 都是趨於平淡一點 覺得如果你要各樣執著的時候 就各樣都沒有 你反而為你越大方 天主對你越大方 但是如果真的一定要出去工作 是會出去工作 但是我作息都會想回來長洲 就是我寧願做出萬貴 我也要回來長洲 長洲是一個給我的感覺相當好的地方 蘇智軒和吳滿堂的故事令我們看到 無論你是土生土長的人 還是移居去一個新的地方 開枝散葉,落地生根 只要你對那個地方產生一份歸屬感 自自然然你就會有一份安全和踏實的感覺 從而令你好樂意地為這個社區貢獻自己 一連兩集的教會檔案 我們會帶大家去到澳門九澳的聖母村 在六十年代 這條村曾經住了六十幾個麻蜂病人 當時持有會的胡子義神父 就被派到來這條村照顧這些病人 今天我們一起來聽聽胡神父 和我們細說當年 胡子義神父在1963年來到澳門 他被派到路環九澳聖母村服務 聖母村這個名字 亦都是胡神父來到之後所改的 四十年前 這條的交通並不發達 只有一條小路和市區連接 當時聖母村入面 一共住了六十幾位村民 他們都患有麻蜂病 需要別人照顧 那時候那些事情很慘 沒有一個媳婦在這裡 聖父每一個星期 只有兩職給她 那次就沒什麼條路 等等有少許路 所以聖父給兩職 有一職 電子 一個星期一次 給兩職 他自己回去 那時候沒有人負責 一個星期一次 有一個漢婦 對他們大三個 靈體育 不過沒有直接 一個人照顧 負責 所以那些環境很慘 很多人一聽見麻蜂病 就會對病者敬而怨之 很怕會被他們傳染 但是胡神父就處之太嚴 跟村民一起分擔工作 例如建屋 養雞 養豬 種菜 又一起參與感恩祭 領性體 一起吃飯 就好像一個大家庭 那些屋 昔日是馬蜂病人休養的地方 每一間屋 一般會擺放八張床 地方很細 很擠壁 而且設備很簡陋 屋後面就是主食的地方 當年這裏連電燈都沒有 發電機 也是胡神父自己出錢買的 以前沒有希望出去 找到他們在社會 有一個特別的社會 很多人在香港 很害怕 一聽到好命 很喜歡 何時他們敢出街 想不想出街 我來的時候 起手 起手 那些醫生 被他們出去 有些在香港 有些在澳門 有些 還有自己人 自己人 在這裡 在外面結婚 有些女兒 那些人非常健康 有些讀書 平常很高讀書 公眾畢業 有些讀大學 現在澳門 沒有麻蜂病人 這些病患者 經以康復 和胡神父也都時時有聯絡 已有時間他們會回來聖母村 探望這位永不言憂的神父 在耶穌的時代 麻蜂病人會被視為罪人 因為是他們犯了罪得罪天主 才會得到這個病 但是耶穌都多次主動去關懷 甚至醫治他們 為我們立下了反歧視 和關懷弱小的好榜樣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下星期同樣時間約定你 再找你 再寧 再寧 生 вод 再寧 幸福姓智姓神 还以信望爱 复得复感 描书多醉 真一切安逸 自从未见着 自从未来